S-Mine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電腦也有裝 所以我就跟大家順便介紹 你到這個X開頭的 有沒有,這裡打開 你就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S-Mine Update 3 這已經是最新版本 打開之後長得像這樣子 那第一次的時候呢 他會詢問你 要不要用Apple的Bonjour 這個東西去做分享 那原則上我們不是在蘋果電腦的環境 所以不需要 也沒有要做分享就按取消就好 再來一個你們平常可能沒有特別注意的 請問 你想不想傳送資料給他 即使沒有個人資料 因為大部分大家都不用看就說OK嘛 對啦,所以我們會看得比較仔細一點 把它關掉OK 那S-Mine的呢 除了有單機版 也有什麼 雲端版 所以其實即使你不要有 就是任何軟體 你在雲端上也可以用 還蠻接近的 還蠻接近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想看看 那個 這裡 你到任務裡面 我有第二個任務 是有關於S-Mine的 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邊 進到他雲端的 可是雲端就一定要註冊一個帳號 如果我現在用單機版沒有帳號 其實也是可以 好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 為什麼要特別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東西 因為啊 真正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通常我比較少會進到FocusSky就直接講 就直接做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最後呈現的樣子 我會比較像 您所看到的 在這邊 這邊 這裡 這一張 我會先在裡面想好我要講什麼內容 透過FocusSky幫我把它美化一下在呈現 其實我們 S-Mine也可以當作簡報來用 只是我一直覺得他的簡報效果不是很好 因為他比較屬於就是 好像個人的那個資料感覺 就是那個思考過程 那 您看到這邊之後呢 我有分享一些範例 您可以從這邊下載下來 這裡 新制度的 那個軟體有很多 有很多 比如說像這個 他的副檔名就是這個 S-MIND 那像我在這邊 我把它下載下來 來 我這邊有安裝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打開 就可以直接打開 您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我之前在介紹S-Mine的時候 我先想的 好先思考的 你看我們在S-Mine裡面 你覺得 左下角這個有沒有一點熟悉的感覺 跟你用 Office裡面有一個軟體很像 叫做Excel 對不對 他也可以分頁喔 你看 這個是 我把S-Mine的當作是一個 講義的內容 所以這是我講義的首頁 那 到這邊 有沒有我就想很多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我有想到 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用新制度 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要知道 你的思考過程 思考過程 那 思考過程 你可以順便看到一個 面板 在這邊 這個是只有 單機版才有 雲端版沒有的 就是所謂的 修訂歷史 也就是 我們在思考這些內容的時候 你一定有那個過程嘛 這個過程不會是一個晚上就完成 也許是分成很多次 偶爾想到走路的時候想到 吃飯的時候想到 對不對 那 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不同的版本 所以 我2012的時候 有不一樣的 有沒有 而且我現在是看這個分頁喔 那如果我要 看 前面這個 因為這個會改比較多嘛 所以我從這邊 面板裡面 有一個叫做 修訂歷史 請問 我有沒有改很多 你可以看到我最早的版本 預覽一下 把它放大一下 你看我本來是這樣子 後來改成這樣子 這樣可以做成那個 動畫嗎 幕後花絮啊 什麼都跟動畫有關係 所以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這樣你了解嗎 剛好我最近部落格在寫這篇文章 我的部落格在這裡 所以你進來 有沒有 有沒有用這個 歷史功能 但是目前這個功能是只有 單機板才有 雲端的沒有 也就是你把檔案存檔之後 它就在裡面了 除非你關閉它 除非你關閉它 它這個功能是可以關閉的 所以這樣 有沒有稍微了解 S-Mine 那麼S-Mine的話 如果您真的要使用的話 大致上會像這樣子 我簡單增加一個新的 像這樣子 我來這邊 我就用新的分頁給您看一下 新的頁面 它會有一個中心主題 有沒有 中心主題 然後呢 我只要按個Enter 1234 有沒有就出來了 今天 這個 應該是在這個下面 新制圖 有一個很重要的 任務 就是要夠靈活 所以今天 這樣子 我就在往下 再延伸 有沒有 真的要出來了 漂亮不漂亮 沒關係 但是 S-Mine算是 新制圖 算在 就是我們講的 在整個 設計上 是相對 比較好 很多是 注重功能性 所以它就 就比較陽春 就比較陽春 那你每一個 像這些呈現的方法 不見得要這樣 因為可能您有聽過 所謂的什麼 雨骨圖 組織圖 邏輯圖 還有時間 有沒有 它都可以改 你看 這樣就變雨骨圖 然後呢 你要變成 時間軸式的 還是你要表格式的 它可以隨時馬上變 那每一個節點都可以變不一樣 都可以變不一樣 而且呢 你隨時想到什麼 你可以點了一下 我有一個idea 等到呢 你有好的 我就說 這個跟這個好像有相關 這個跟這裡 好像又有相關 然後這幾個 我覺得 他們應該 蓋瓜 做一個總結 有沒有再繼續延伸下去 甚至你可以增加附件 插入圖片都可以喔 你看我前面有沒有插入圖片 有沒有插入圖片 也可以嘛 所以這個是S-Mine的一個優點 那當然它也有付費方案跟免費方案 不過 各位 免費方案就夠了 因為 它的付費方案主要就是像我剛剛講 把它當作一個簡報軟體 或者你要比較多的空間 你知道免費方案可以有多少雲端空間嗎 沒有多少 1G 但是我必須告訴各位 新制圖都是文字比較多 文字要寫 寫完一張磁碟片 1.44M就很難了 有1G 你要把它弄完 我也只能很佩服你 所以 我想 我們多一點時間簡單跟各位介紹到這邊就好 不要掌控太多時間 但是 希望今天這樣介紹 你除了 比較花俏的Focus Guide之外 其實你要修一下內功 S-Mind才是最 思考的方法 才是最主要的 Focus Guide只是 你比較方便把你 S-Mind的這些想法 轉換成什麼 簡報 這樣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久不見